这家人参机里面的人参竟然这么大 首尔景福宫竟然让我遇到了这状况 这里竟然是北村八景之一 啊 遇到这是什么状况 来首尔不来车市场会终生遗憾 惊恐的一幕 胆小者误入 韩国自由行第五天 一早从饭店出发 先前往土俗村鸡汤 接着步行到景福宫 然后前往北村寒乌村 接着前往广藏市场大袋美食 最后到达民洞商圈逛个购 今天主要活动区域都在这一块哦 这个应该2号线转3号线 这很清楚 嗯 这个也可以另外一条公车的路边 这2号线你就把他给进去 他就跟你讲说 从我们住的到2号线多远 然后经过几站 7站下到这边下车 他转3号线 然后在3站就到景福宫下车 那我们现在要去吃生鸡吧 红大入口一路搭搭搭搭搭到这里 对203 那如果看不懂韩国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有这个数字 我来它都会被连接 你说它只十几个出口 要从 要从1号出口出来 它都会被连接 好多一个我们 从1号出口走出来后 走这个小巷子进来 这里叫土俗村 很多卖吃的地方 土俗村生鸡汤 要点一个这个 土俗村屋谷生鸡汤 还有一个是土俗村 蒜鸡汤 然后还有一个海鲜煎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寅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了 然后我们已经从我们的饭店 已经成功地抵达了景福宫的地铁站 然后我们来吃这里非常有名的一间餐厅 也是我妈妈非常怀念来韩国的一间餐厅 叫做土俗村生鸡汤 这间生鸡汤在这里是一间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知名的生鸡汤 来这边观光的人都一定要来吃一下 而且重点是它真的超好吃 它就是一只鸡里面 然后会包着饭的那种生鸡汤 口感非常的好 然后人生会 记忆中也非常的好吃 那我们就等它送上来再开箱给各位看啦 很多韩国的餐厅的餐具其实都在抽屉里 所以大家看一下抽屉 抽屉真的没有的时候就可以问那个店员 韩国煎饼 我们现在要来试试这个生鸡汤咯 哇它真的是一只鸡耶 我会看 那我们来试试咯 超级好吃的 它的糯米煮到透 连那个鸡里面的鸡汁都跟糯米一起吸饱了 然后口感非常的棒 我来喝一口它的汤 超好喝 可是我觉得我们家半碗人参汤 这个人参鸡汤不够 要再多加一点 会更好喝 我觉得这间非常推荐大家来吃 真的超级好吃 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 都非常爱的一家店 如果我们再次分享韩国 绝对是因为这间店 一定要来哦 拌一下酱 它的煎饼吃起来粉浆味比较重一点 它不是酥酥脆脆的那种 海鲜煎饼 厚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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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人参在那个人参鸡汤里面哦 厚蛋饼 它是要拿这个牌子去结账的哦 桌上有 面试规 Ini 的 不知道看不懂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点呢 主要有三个目的地 第一个是光化门 再来是景福宫 再来就是青瓦台 朝这三个地点迈进的路途中呢 就会有一些韩服店可以换 有人已经换上韩服了 哇 这个就是那个吗 啊啊啊啊 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呢 就是光化门 然后进去就是景福宫 不过今天没有开了 今天再来看 我们就会让这些什么样子 我们在上面 已经试图了 我们在想打开 我们下期间的时间 我们下期间也有点快乐 我们下期间的时间 我们下期间的时间 我们下期间就要有点养 我们下期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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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像运营的家 这间韩式叫做White Bridge Story吧 Teahouse的这间呢 是鬼怪的攀设地哦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进去吃吃 这间韩屋的冰淇淋店 哇 这里有一间这个 皮克斯跟迪士尼的店 哇 耶 外面就有生眼罐 各位 你能看这个 里面满满的都是生眼罐 我们现在成功抵达北村韩屋村 立即给大家带大家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在骑 但是说其实有总共14天 他刚马路对面刚刚也看到一个 嗯 是另外的 我们现在在骑 但是好像要这样 他会走了 哦 哇 哇 понятно 我们现在要到北村最高的� helpless 光哥 哇 哇 那这有咖啡店 発 combat 我们现在要去对面的这间店喝咖啡跟吃冰淇淋 我点了一杯美式一杯拿铁 然后还获得两颗冰淇淋 这样总共是9500块韩币 这个是芒果口味 然后旁边的这个是草莓起司蛋糕 他家的这个美式咖啡很好喝哦 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非常有名吃饭的地方叫广藏市场 就在这个位置 地铁站的8号出口这边 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美食 哇排好多人哦 目前看到第一家这家就已经大排长龙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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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广藏市场 现在卖好多海鲜煎饼的电脑 都是现做的 还是这里是专吃这个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非常知名的广藏市场 那这一条街呢卖很多海鲜料理 尤其是海鲜煎饼超级多 还有海苔饭卷 韩式的海苔饭卷 还有年糕啊等等的韩国在地小吃这边都有 大家可以来这边吃个小吃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 我看这边的海苔饭卷 这间人好多喔 这间人相当的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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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人相当的多啊 可以吃啦 就是这一间喔 推荐大家来 他已经开了 这间人相当的多啊 我快五十年的老店了 這感覺好好吃喔 很好吃啊 這個海鮮接餅餅真的蠻好吃的 比中午的還要脆許多 然後店內環境都會長這樣 我們點了一個set menu的這個 還有燜冰、Pancake、Kimbab、Rice Cake 這三個融合的 紙袋飯捲 然後這個是海鮮煎餅 還有附一個洋蔥跟這個辣炒年糕 然後它的水杯超可愛的 第一次看到長這樣的水杯 然後他們現在在喝的這個西瓜汁 是剛才去附近買的 這杯多少 五千塊韓幣 這杯五千塊韓幣在附近 它裡面包的是蘿蔔 還有一個酸酸的東西 好吃耶 它的這個海鮮已經是濕掉的 但是它這不會很難咬 然後米飯呢我覺得搭配的那個 應該也是有加過調理過的飯 還蠻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還是有 開始吧 嗯 這兩個好Q彈喔 再更有嚼勁我會更愛 可是比昨天的還要有嚼勁 比昨天的好吃很多 最後一個要吃的是這個海鮮煎餅 感覺比中午吃的那個 還要再厚一點 然後也比較脆一點 看起來 我來試試看 它還覺得這鮮餅 其實在吃薯餅耶 比中午吃的再嚼一點 我覺得好吃耶 我覺得這裡的海鮮煎餅應該都不雷耶 應該都蠻好吃的 因為我看每個攤位都蠻多人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汁從這個煎餅裡面流出來 應該是油跟高麗菜的菜汁 這樣融合起來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蠻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間吃的 如果有路過的話還不錯 我們現在逛完了這個廣場市場 我們要去往明洞逛街去了 我們今天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去這個 十二層樓的大創 然後還有逛那邊的很多條的街 還有商店街 那我們現在從廣場市場要搭公車準備過去 那我們就待會兒見囉 然後對面酒是樂天買貨 然後再吃藥到甜買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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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